因此我講起來 我兩次的歸以後歸以時 我到目前為止 我將跟各位普世道報告 我並不是似乎一個好徒弟 到目前為止 常常很多人碰到我都問了一幾乎 哇 講實在我是不怎麼回答得出來 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會不會想似乎 各位想一想 長期在一起 有時候我似乎是四樓 我住在三樓 似乎的一集移動我都很清楚 所謂沉昏的這個水熟 你說要不會想是騙人的 在這種過程 我們似乎現在不在了 還好 身團也相當的和諧 那我們所有的這個菩薩 大家在一起 讓你能夠很團結 來鋪持整個生團 讓你整個生團 能夠積極地去運作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 事實上今天 司董事長最主要要 分享一些在這個陰燕的故事 我從 事實上似乎是從 從七十六年以後才有開始有幾場 比較大型的這個在外面獎金的法會 從台中 我記得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民國七十幾年 那時候這個法會是由台中一個大衣經 還有信使群 他們兩位 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在重新堂 因為我這個文稿裡頭有寫到 幾天幾日我大概有寫 辦了一個法會 那辦了這個法會 獎金的時候 國強法師打電話給我 他說那時候還沒有叫菩薩 李治和姬是 師父要去台中獎金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一起去 然後我說要去幾天 他說三天 我說好沒問題 我也很高興 因為可以跟師父去 我想這個是一個功德 事實上這個功德沒有那麼容易 你如果這樣想都是人天的 這個只有福德 因此在這個過程 他跟我講 他說 你可以去 我說可以 那 然後 他就買這個事實 開車外也要開 那就跟師父去 那去我們就住在台中公園旁邊的一個飯店 那時候那個叫什麼飯店我忘掉 那在重新堂 由這兩位 那怎麼辦 就是他們找台中的兩位幾位法師 然後 那一天呢 演講 就請那個 台中的聖音法師 侯家會的理事長 來介紹師父 講經講完了 師父那時候是講信經 講完了 結果師父跟我說要上洗手間 然後上洗的時候我就陪師父去 陪師父去呢 去了 發生了一個問題 師父問我說有沒有衛生紙 我才知道說師父是完全 他是靠毅力跟艷力 這是後來回想 那時候是不知道 是毅力跟艷力在支持 這樣 經講完 師父大肚子 因為師父事實上 師父的體重多少 三十七公斤 最多三十九 沒有超過 你看他看起來 好像好看好看 完全是這個 加些這樣 金的 實在這樣 但師父有一個很好的 很好看的理由 就是他的皮膚非常 噓 噓 摸什麼孩子 摸得很舒服 你們摸得很快 不知道有人把他放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一起來 因為我們都會住 因為是住飯店嘛 住房間 我會放洗澡水平啊 因為講清講完 我就會做在那房間跟他講 講話 他就幫他按摩 怎麼樣 所以完全這個是毅力 這個是真的很不得了 他這個 所以 在這個過程 另外有一次 我四點鐘 我到農產室接師父 要到宜蘭去講經 我並不知道事情是怎樣 但一上車 那時候師父沒有 沒有車啦 那都開我自己的車 那 那四點鐘 一上車 我只要去那裡打 打到他心裡是這樣 我這才用師父發燒 我媽媽唱 這孩子去怎麼講 去講經 去講經 去到現場 一看到細土就好了 那時候又不想到 我想他也在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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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不會去集結 而且 他結束以後 還當場跟現場的人員都關懷完了以後才走 那關懷完大概是十點半 我們再回程 那回程我就走冰海了 我就不敢再這樣走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很多事情也這樣 那我們就這樣南奔北跑 那時候就第一場是在台中獎 後來就台南嘉義彰化高雄各地都有 那只要出去我們就住在一起 那外面呢 各種狀況都會有 有很多狀況 那在這種狀況呢 因為後來慢慢跟了以後 你就知道要怎麼去處理 那有時候也是切斷客人 師傅跟客人的談話 要拿捏這個去切 所以有些人對我是分類 不要癢癢的 因為他們要見師傅不容易 但是就把他切了 因為我要知道師傅的奇蹟作息 該休息 所以我們在這種過程 我這樣去台南的時候 就碰了一個問題 台南就是以前我們過去 楊正理事長的媳婦 他是台南婚宴的創辦人 他是把他整個 他是創始的 他創始了 他創始了以後 所以他非常花心 就辦一個 常常辦獎金 因為師傅是三個月在國外 三個月在國內 所以等於是半年一定會到各地去關懷 那時候還沒有滑谷山 但是為了滑谷山 後來有滑谷山的時候 這個關懷更多 因為或者你外面的資源 沒有辦法進來 我們也沒有錢可以蓋 所以在這種過程 我們到了黃玉淳辦的這場演講 那一般呢 我師傅去獎金 我把葡萄放上去 茶水放上去 師傅只要深做 我師傅 我只要把那個 拋子拉好以後 我拉開回去看一個現場 然後我負責拍照 拍照拍完了 我就去後台看一下 看到黃玉淳在哭 所以這個是邪道說 師傅怎麼處理事情 黃玉淳在哭 我說欸 他看的話他就開始在哭了 我說哇 你是在靠岸座啊 什麼事情發生啊 你是給我去問 他說 就 他們因為在籌備的時候 勝利電台 有一個叫李修平 他是晚會的主持人 但是每次開會他都不來 他說你怎麼決定 我就怎麼做了 你怎麼決定我就怎麼做 他說大家都安心 好有事嗎 結果 他一上台把所有的都扁掉 所有的人都傻掉了 所以黃玉淳覺得他很會 他也被罵 被那個參與的人罵 所以他就覺得很委屈 那這個呢 我就跟他講 等一下回去 會跟師傅報告 所有發生的這個事情 受到委屈 那真的我們回到飯店 我就跟師傅講說 因為我就弄點心給師傅吃嘛 泡羊奶 那個時候泡羊奶和牛奶 弄點心 因為師傅的胃非常的不好 腸胃非常的不好 所以那量很小 冷的不能吃 照著不能吃 所以師傅在吃的東西都很簡單 第一個 採用沙沙的 放一下沾就沾沙的 所以我當時很懷念我們過去了 過去是不是 我一個司機師傅 我一定跟師傅坐對面 還有一個翻譯的 就古香法師 然後跟了一個試者 來住家 我這個沒有在帶茶水 他們兩個坐 他們沒有跟師傅坐 就我跟師傅坐 所以我們懷念那個 因為一邊吃完 師傅有一整個故事 那我就跟師傅報告說 今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樣怎麼樣 師傅 我說師傅 你是不是打個電話給黃玉書 跟他按一下 師傅說好啊 你打個電話 師傅怎麼講 他不會說黃玉書 你今天瘦尾肌了 沒有 黃玉書啊 你楊東雄現在怎麼樣 就是他先生 你孩子怎麼樣 講到這個時候 聽李日耳講說 你今天受了委屈 而且他很高興 就姐姐 是 姐姐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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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你不懂